人死后会发生什么 假如有轮回 人们是否知道自己的前世 来世又将前往何处呢 当我们在探讨死亡的时候 首先需要了解人为什么会死 站在生物学的角度来分析 我们的寿命取决于单细胞的寿命 以及细胞的分裂次数 换句话说就是 每个人的器官都是有很多细胞组成 而每个器官早早晚晚都会有衰竭的一天 所以在现代医学上 判断一个人是否死亡 是根据心脏衰竭来定义的 而另一种则是挠死亡 然而如今越来越多的科学家 从他们那儿得出一个结论 人死后灵魂不会灭灭 会永远活着 在我国民间传说中 人死后会被黑白无常兄弟俩勾走灵魂 然后会穿过鬼门关踏上黄泉路 这黄泉路很长很长 直到看到一座名为奈何的石桥 不过在桥的另一边 还有一个名叫孟婆的女子 这个女子给每个人都会免费送一碗汤 但没人喜欢喝那碗汤 因为当这个人喝下孟婆汤 她就会忘记一切 甚至就连她的信都不记得了 然后牛头马面就会把人带进阴曹地府 接受阎罗王的审判 可在宗教中不是这么说 在基督教中 人死后不是去天堂就是下地狱 至于到底去哪儿 神会给你选择的余地 另外在佛教人眼中 他们认为人死后还有来世 若这辈子是个好人 来世一定会有好报 但其实对那些没有实践 或者没有实践觉悟的人而言 他们无法摆脱轮回的痛苦 直到他们意识到这点 才能去西方极乐世界 这也是佛教人禅修不确定的真正原因 那我国的宗教和道教是怎么说的呢 佛教认为 众生的生命在六道轮回中 历经连续不断的生死 只有通过修行才能摆脱轮回 从而直到达到涅槃的境界 基于轮回生死观念 我仍认为人的肉体死亡不是终结 因为还有一种被承拨灵魂的物质 会转世为人 可能是动物 或者是其他生命形态 无论你将成为什么形态 这需要看你前世的福报业力 而道家认为人有三魂七魄 这三魂分别是天魂 地魂 人魂 又称元神 阳神 阴神 人死去后投胎的就是天魂 另外道家还追求长生 比如你问道长 我死后会去哪儿 他可能会直接了当告诉你 你不能死 炼制丹穴 能让你长生不老 与天其寿 你还担心你死后去哪儿干嘛 快向太上老君看齐 俗话说吃什么博什么 如果你吃的太多 或许就能够实现金刚不坏之身 当我们身为无神论者 普遍认为人死如当命 意识随着身体的消失而消失 人死后真的没有灵魂吗 对于这个问题 之前人类无法证明灵魂的存在 但也无法否定灵魂的存在 当然也无法肯定灵魂的存在 因为什么都看不见摸不着 科学一切也探索不到灵魂的存在 然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 居然开始同意灵魂的存在 宾死体验 宾死体验顾名思义 一个人在心脏停止跳动后 他的大脑也停止运转后 在一生不懈努力的救援下 他又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最重要的是 这些死而复生的人 还能回忆起他死后的经历 比如有些人看到五颜六色的黑色 也有人能看到耀眼的光束 感觉很舒服 甚至有些人像电影观众一样 从第三视觉快速地看自己 的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 然而事上第一个用实验证明 灵魂真实存在的人 则是英国医生 摩帕尼尔 山姆大叔在救援室的吊灯上 或病床下放了一些小物品 例如铅笔 手套 橡皮擦的 只有病人的灵魂漂浮到天花板石 他不仅能看到自己 还能看到这些小物品 值得一提的许 只有山姆大叔自己知道这些物品 其他人根本不知道 若有病人被救醒后 也能准确地说出山姆大叔 秘密隐藏的东西 则能区分出 灵魂是虚幻的想象 还是客观的尸体 经过实验发现 在这100个病死体验中 有7个病人被成功抢救 还准确地说出了 山姆大叔藏的小物品 所以他是世界上第一个 用实验证明灵魂客观存在的人 也是史上最成功的实验 这时就有人好奇了 我们人类是否能 依照自己的意愿控制灵魂 或者说我们能不能随时 想灵魂出窍就出窍呢 灵魂究竟是什么 灵魂通常是指 某种不朽的形象或精神 属于一种理念或信用 也属于心理范畴和文化 他既能附着一人体 又能在人死后脱离人体的实体灵魂 在20世纪末 美国医生邓肯·麦克杜格尔 做了一项精伟天人的实验 并在美国医学杂志上 发表了一篇论文 声称人类灵魂的重量是21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他在当地养老院 找了6名身患重症的志愿者 做实验 说简单点 就是找了6名太死的人 结果第一名志愿者 在快不行的时候 体重也平均 每小时約28克的速度往下降 美国医师邓肯认为 这应该是呼吸和排汗 导致体液流失 但是更恐怖的事情来了 在病人死亡之后的几秒钟内 他的体重突然少了于21克 这就无法用体液蒸发来解释了 于是邓肯就得出了 灵魂是21克这样一个结论 虽然这听上去有些玄乎 但大家别慌 再一起看看另外无误组结果 然而感到遗憾 其他无误组垂死病人的数据 有上升的有下降的 有的甚至是先降再生 总而言之呢 言而总之和21克 卡拉没有半点关系 于是他最后就选取了 第一组的实验结果 所以才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人死后消失的21克 是灵魂的重量 有趣的是 他还在相同条件下 对15条狗做了类似的实验 而实验结果发现 他们的体重在死亡瞬间 并没有发生能察觉到的变化 所以他通过实验 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人的灵魂有重量 而狗并没有灵魂 伟大的科学家阿因斯坦 对意识或脑电波的莱伦去曼 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人类意识是一种能量 存在于地外的电离层中 肉体产生时 它就会被带到地球 肉体衰败时 它就会返回地外 可见阿因斯坦在客观上认为 灵魂是存在的 最后再给大家说说心里话 生命的意义 是故好今生 故好当下 其实与其探讨生命源头和归宿 不如更多地去思考生命的意义 许多人都会问 我是谁 我从哪来 将来我要到哪里去 我为什么会存在 说实话 这些问题确实很有意义 且具有高度的哲学意义 但作为普通人 应该更好地过好当下 人生唯一能确定的是 这辈子的独一无二 以及未来的不确定 认真过好属于自己的生活 今生努力做一个 行善积德的好人 至于前世和来生 便是水到取成的事情 感谢观看